Odia Jungle Odia Jungle 今年88岁的张日明、徒、西元1949年随延西山将军撤退来台,延西山失事后58年间,张日明主著拐杖上山扫墓不间断, 如今一气老长官延西山,情绪仍不免激动,Odco如果不是延西山将军,我的命早没了,Odco,今年88岁的张日明,1949年随延西山撤退来台,为最年轻世卫兵,延世事后58年间,逐筑拐杖,驱车,上山扫墓不间断,不属知情,易于延表,被称LDQUO,山西王LDQUO, 的延西山同里山西38年,一生经历同盟会反清,辛亥革命,红线帝制,民国创立,中原大战,国共合作,抗日战争,国共内战,一直到西元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,便长驱扬名,山上LDQUO, 总能动RDQUO,住所,民国49年5月24日逝世台北,向年78岁,延西山来台时,在领约50名部署,均居住于总能动住所旁, 而今年88岁的张日明祖籍为山西,自15岁就跟随延西山,也是所有来台世卫中最年轻的一名,自此于延西山结下不解之缘, 在延西山逝世后的58年间,几乎天天住住拐杖,从石牌,住处驱车上山扫墓,RDQUO如果不是延西山将军, 我的命在大陆早就没了,RDQUO,高龄88岁的张日明,除了行走不变外,讲起话来就如军人般的质地有声,他说,